大家好,又是我陳皮 不好意思,中秋那期太忙,所以不能出片 下次一定... 不過多忙都好 香港人的天性就是見到有人趴街就一定要去了解 就算幫不了手都要笑一下傻豬幫自己減一下壓 但最近我真的笑不出 因為我留意到Facebook裡除了吃東西和婚姻出現了一堆關注組之外 更多的就是一堆聲稱搞團購的FacebookPatre 和一群在那些Patre買了東西 找了數之後收不到貨兼給賣家博特的苦主們 其實整個局真是簡單到難以自信 首先苦主有日手行看Facebook 然後就給一個Facebook的團購廣告給人 接著入到Patre 看到自己想賣的東西在做特價甚至跳樓的 於是心動不如行動馬上PM賣家下單 即時過數之餘還留下賣家或寫字樓地址給賣家送貨 順利完成以上動作之後 苦主會即時得到一個減肥成功的銀包 過幾天沒有貨收兼聯絡不到賣家之後 還可以自行去近警局領取畢業證書有名報案指一張 禮成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會中招呢? 我個人覺得主要是貪方便和貪便宜 其實細心一點一看 這些Facebook、Patre 都有幾個相同的特徵 在這裡就跟大家講兩三個 首先他們的名字可謂相當隨便 什麼Quality Food、BestBest、Outdoor Product、Shopping Bun 這些小學程度的英文 然後看回大頭貼和背景圖 給人的感覺就是隨便在網上撿回來的 甚至有些跟他們的店名是一些關聯都沒有的 在這裡我們只需要用Google的圖片搜尋功能 在電腦板上我們只需要用Chrome再打開片圖的Patre 那些Logo圖和橫額圖再選擇Google的圖片搜尋 應該可以看到這些Logo圖是來自那些圖片素材網站的 同時也不難發現他們所謂的現貨圖 其實絕大多數都是在網上Copy回來的 當中又來自其他Facebook網店、購物網站、網媒、OpenRise、熱門討論區 甚至是編圖自己的分身帳號循環再用的圖片 相當環保 講到這裡可能大家會想 他們只是上網CAP圖 最多是證明他們懶不去自己拍攝 不代表沒有貨的 所以第二點,有貨嘛 我們不妨去他們的實體店或貨倉直接跟他們買 不過他們一定會回答你沒有實體店 或者直接無視你的要求 亦都不接受面交 速遞貨到付款或者第三方信用卡支付 只是會不斷強調收到錢之後 就會安排速遞發貨 聽起來好像很有效率 第三就是他們的貼 往往可以原因不明地衝出國際 專頁明明就什麼實際資料都沒有 商品貼紙是一堆繁簡混雜的看圖造具 和幾張猴子偷圖 假到這樣竟然都可以引來一堆南亞人和阿拉伯人 甚至來自世界各地的老外 給讚、給心、給加油 一看就知道這些粉絲是買回來的 喂大哥,你現在是賣東西 還是弄元氣彈? 而我們只要按進去看看比例列表 往往不難發現這些讚、心、加油的背後 是有一堆中文名字被生氣 這些隨時就是被這些專頁騙了的苦主 還有你如果堅持去面交的時候才付錢 或者要求去他們的倉看貨 通常騙徒會不勝其煩直接拉黑你 他這樣做就證明他們根本就不是做生意 真正的銷售態度不是這樣的 另外再看最近的討論 這類騙局也開始出現變種 包括開設假務外地或本地網店的專頁 提供假的店舖和貨倉地址博取苦主的信任 以及要求買家上門拿貨之前都要給訂購等等 其實他們做這麼多東西的目的 都是只有一個 就是叫大家即時給他們 到這裡大家可能會想 整件事這麼假? 有多少人會中招? 我相信是有很多的 因為如果這些Patreon騙不到人 那騙徒也不會不斷開新的專頁 和出新鋪來找苦主著數 看回苦主和網友的討論 都不時見他們說 希望將這些騙局推上東張西網之類 但經過搜尋之後 原來東張西網在今年的年頭 已經就行騙手法做過報道 也意味著當時既然推上東張西網 就應該有苦主報警 看回警方的資料 在今年幾次執行的切帳行動裡 偵破的相關網救片案 就約為289宗 涉款超過60萬 但這些數字相信都只是冰山一個 因為生活忙碌的香港人 一般為了幾百元 都未必願意花時間去報警 下口供甚至上庭指證 加上苦主討論區 都可以說幾乎每天都有新人出鋪 說自己中了招 所以實際苦主數目和被騙的金額 絕對不止那麼少 然而騙徒既然知道警方在查 都繼續在騙人 可見他的詐騙得益 絕對大於他的被捕風險 有見及此 我們不可以只依賴主流媒體的宣傳 或者警方的執法 而是應該好像防疫一樣 盡快建立起一個群體免疫屏障 也就是越多人知道這類騙案 中招的人數就會大減 沒有人中招的話 騙徒也不能再用這個手法去騙人 所以我懇請大家 將這條影片分享給你認識的人 看下和了解一下 不分享這條影片也不要緊 但請求你將影片描述裡面 苦主群組的Facebook Link 或者這個騙局 轉發給你身邊的親友知道 尤其是剛剛學會玩Facebook 和剛剛適用轉數快 或者PayMe的朋友 如果不幸地 你已經成為了苦主 或者是覺得不關自己的事 怕分享出去會被人笑 或者不會是苦主的話 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知道就不代表別人知道 你覺得別人知道 就不代表別人真的知道 不要等你身邊人知道 才後悔沒得早跟他說這些 所以有什麼都可以先分享 還有接下來就是大閘蟹 公認王貴 國慶珈其 第二輪消費犬 萬聖節 雙十一 和聖誕節這一連串 消費和送禮王貴 所以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 下一個妄救騙案的苦主 如果聽到這裡 大家都是繼續選擇沉默的話 只是無形中幫緊那幫騙徒 過著一種不用下海 甚至不用下街都可以無本生理 發大財的夢幻生活 請問一眾每日為投家奔馳勞碌 披升大月的各位香港人 你們甘心嗎? 我亦都希望香港的大小網紅們 都可以站出來 出片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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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限時動態寫兩句也好 呼籲一下你們的觀眾 或者粉絲 提防這類網救騙案 不要覺得事不關多高高掛起 試想想原本粉絲打算逗你 或者是買你們代言的產品 但是就被網片騙了些錢 結果沒有錢去購買你們的產品 那算不算是你們的損失呢?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最後禮牌祝大家 對了 中秋節過了 祝大家不要被騙了 我希望下個月可以有空 然後出廢片的陳皮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